帕勒尔知情长马泽14号表示 目前他正在和许多网络云端服务商洽谈 可能需要花费几天或几个礼拜的时间 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还是恢复亚马逊的网络服务 他说他很乐观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在美国国贵大厦发生暴力事件后 亚马逊苹果和Google禁止Parler的服务程序 他们举责他未能管和暴力内容 但是马则指出 Parler与其他社交媒体公司相别被另眼看待 他说他们正在争取尽快回来 马则说最好的是他们能回到亚马逊 他们已经为此提起了诉讼 他们也在考虑起诉其他供应商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洛批评科技巨头 对社交平台Parler的联合打压 具有寒蝉效应 让自由社会民众感到不安 Parler随后对亚马逊公司提起诉讼 指出亚马逊违反了美国谢尔曼反垄断法 也违反了合同协议 Parler还提到一名亚马逊公司的代表 向马则发短信 提到该公司不关心Parler上 是否有暴力内容 他们只关心川普总统 是否会在Parler上注册账号 新唐人也在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